他也特别强调 2012的大选空前激烈 不过民进党有信心 再次政党轮替 唱个字热到不行 似乎连蔡文也嗨到忘我 难得自己公开爆料 七年前差点成了驻美代表 轻松一下但可不是玩笑话 2004年刚卸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 一度被扁政府清点出任台美外交官 但人事案破局转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这段成年往事被日本作家 刚起酒宴当场抖出来 在日本造势大会 意外成了另类危机解密 台长们听得津津有味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把战场拉回2012问得很直接 后来回台湾一定要就业 然后请自入职第一名 我很担心 将是台湾有史以来 竞争最激烈 也是一个最接近的一个选序 是不是我们的支持者 我有时候从你们的眼光里 可以看得出来 或许要问我有没有信心赢得大选 我告诉你我非常的有信心 蔡英文在台上狂吹票 会场外演热闹滚滚 有粉丝特制的小鹰 其枝 还有还有日本美少女穿和服力挺 超级吸睛 举步条喊加油的掏钱买票进场的 全为了一读小鹰的风采 听蔡英文演讲光是一场门票 就要2000块日元 相当于台币800块 不过呢老中青三代 全部作无虚席 大约有400个人挤爆现场 看得出蔡英文在日本东京的超人气 以上是赛地新闻 我们来说林建宏 我们在日本的随行采访